我在這邊我一定要先講前面這一段 就是我那時候在臉書只有幾萬個人follow 可能youtube只有幾千人的時候 出現一件事情我到現在完全忘不了 就是我的粉絲突然非常激動的傳了一堆截圖 真的好幾個人把截圖給我說 博師追蹤你了欸 然後我那時候說怎麼可能他怎麼會追蹤我 我那時候才幾萬個人 就真的是沒有人知道我 這真的是一個開始 所以我就有把那個截圖說到現在 然後現在竟然有機會遇到本人 而且最誇張的是 我們即將在今天破一百萬 剛剛就問博師說 你該不會是算到 然後特別因為我們是提前約的 你算到我們就是今天是一個什麼特別的 什麼新的在我的功上面 來跟我們相遇嗎 我不會否認這個說法 因為這樣子才能創造一種傳奇的感覺 但其實真的是偶然啦 做於你而言 詹心對你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其實我就是很沒有安全感 才去學真心 所以你要知道會去學這種身心靈的東西 他生命當中是極度的沒有安全感 才會這麼的專注的去touch他 是有什麼因緣際會嗎 其實我覺得最深層的原因是骨子裡的 所以我從小就很喜歡算命的所有東西 譬如說普克牌算命喔 然後什麼Q啊J啊K啊 你們拿來玩我拿來就是來占譜 然後來接觸卡托牌 後來又接觸嶄新學 那其實一路過來我都是用很輕鬆的角度 而且我剛開始學占星 我並沒有要拿他來當工作 但一個不小心就推開了一下呢 就像你做頻道 你應該不是說 我準備要當一個百萬youtuber 所以我來做頻道 絕對不是嘛 那你是遇到了什麼困境要做頻道 沒有困境 興趣啊 興趣 老師你被封為國師 責任重大 尤其是社會責任 因為多少人是看著你在支撐過生活的 很多人講國師應該說 這個人是服務帝王對不對 服務高層 然後這個高層做決策 然後他就很有影響力 但我的稱號 跟這個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覺得是所有的國民們 他們都覺得 老師看你的書我有方向 所以我覺得這個國師是 國民占星師 國民占星師 對 所以這個國民占星師我是接受的 好那是什麼 讓你一直以來都沒有放棄占星 我覺得我喜歡照顧人的感覺 那我沒有把它用在某一個人身上 我並沒有理科先生可以照顧 感性先生可以照顧 那我照顧每一個人的心靈 讓我來做剛剛好 所以我有很豐富的愛 然後這個豐富的愛 不要拿來壓垮一個人 而是分給很多的人 那我又是上身獅子 我也喜歡被讚美 所以各位每天讚美我 我就會 老師好棒哦 生冷活虎的繼續奉獻 OK的 我都沒有看到你有緋文的新聞 我已經過了這段時期了 你要知道緋文在年輕的時候 我也是有緋類的時候 你是因此刻意保持單身嗎 也不是說我完全刻意的保持單身 我覺得這不是所有人應該走的路 因為我年輕的時候 那個能量已經用過了 該談的戀愛很戲劇性的 能夠讓我覺得此生無憾的戀情 我也都有過了 所以OK的 只是說我很幸運 我三十幾歲才出道 然後我的戀愛是二十幾歲談戀愛 所以我不是偶像嘛 我就不會有被跟蹤啦 被跟拍啦 然後紅一些感情被放大來檢視 所以我現在對 你現在談感情一定會啊 我現在談感情應該會哦 因為我會考慮小二十歲的 老師我們要不要來指點一下 2019年 我應該要怎麼走 好的你會更功 而且你會接到很多代言 在事業上會有非常多的合作機會 你是可以去挑的 不是人家挑你 這個其實人家一定也會說我胡亂 就是眼睜睜的看著你成為百萬youtuber 這一定是必然的 但是不好意思 我怎麼明白看你的 因為我也是這樣 因為我們上升星座是一樣的 天王星即將在3月6號走進金牛座 除了他知道你的太陽金牛座之外 他也會影響你的事業的形象 所以翻天覆地的變化在你身上是很明顯的 請公贏他 好 開心的接受他 這個運是正向的 我常常在寫運事書很多人會跟我說 老師我的好運是不是這一年過完就沒了 我說好運當然不可能永遠持續 你每年都這麼順風順水不是的 但是好運會幫助你把門打開 走進一個新世界 那個新世界就跟舊世界完全不一樣 走進新世界創造新世界之後 你不需要好運了 因為剩下的都是在你的掌控裡面的 明白 謝謝國師 那我們今天就這樣啊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幫我按讚留言分享 如果你還沒訂閱的話 請幫我訂閱一下 謝謝收看 我們下次見 所以你為什麼會改名啊 這是一個原因 我從唐曆琪就follow到唐曆琪啊 你看我真的是有感到而已 是是是 其實我改那個名字本身就 他筆畫沒有很好 然後我對我的名字一直很有意思 所以你有沒有看就是中式算命期 西式算命一期啊 我什麼都有學 什麼熟面相也去學 那這顆智慧的名字 哇你掌聲有智喔 我不懂